在舞者賣力表演下 Mercedes-Benz率領旗下休旅大軍壓境 一口氣推出GLC、GLE和GLE Coupe 取代既有休旅車款 打出全新命名方式 如果你對邊是車子不陌生的話 應該知道C-Class、E-Class、S-Class 是我們的主力的轎車款 其實它的命名概念是跟著轎車的概念 1979年我們的G-Class誕生 它是地表上最強悍的休旅車 所以我們以G開頭來作為休旅車的命名 我們的GLC就是取代了目前的GLK GLE就是取代了M-Class GLE Coupe是全新的一個車款 GL它會加上一個S 所以變成GLS這樣子的命名方式 雖然大家都是休旅一家人 不過Mercedes-Benz還是花心思 為每一款車的外觀加入特徵做產品區隔 這三款車 GLC、GLE跟GLE Coupe 在GLC跟GLE上面 它的前面的水箱護照是雙炸式的霧營水箱護照 在GLE Coupe就是我身後的這一台 大家看得到它是單炸式的水箱護照 這是一個相當明顯的區隔 再來車頭燈的部分 這一次全車系搭載LED的智慧型頭燈 在車的引擎蓋的上面 在GLE跟GLE Coupe上面 你會看到它有肌肉線條比較有張力 在GLC上面它是一個比較圓潤的車型設計 那在車尾巴的部分 車尾巴基本上我們這一次搭載的是LED的尾燈 那在GLC跟GLE Coupe上面 它是雙排氣圍管 那在GLE上面它是隱藏式的雙排氣圍管 已經在豪華轎車市場打下大片江山的Mercedes-Benz 特別搶在年底車展前推出全新休旅家族 迎戰國內逐漸加溫的休旅市場